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扣人心选 也让人家整个捏一把冷汗的台湾县市长的一个选举 我不晓得你的一个心情沉淀了没有 那台湾股市在今天的一个表态到底是不是酝酿长多的一个起涨 还是只是空单的一个回补 我相信你看完今天老师的节目你就一清二楚 同样的今天礼拜一明天的一个什么一个五七金钱报 蔡老师今天又准备好了 也就是说明天的内容是第19集 未来的一个什么很多的一个题材性 会在这一次的选举过后都来给你点燃 所以说明天蔡老师准备了什么东西 各位明天晚上9点到10点 蔡老师五七金钱票跟你讲的产业面的变化 你一定要准时收看 尤其蔡老师已经帮助了一个太多的投资朋友 明天是第19集 上一集是跟你讲企业创新 那明天要跟你讲什么 我今天会稍微的一个给你透露一下 一切的东西都会放在品封大中华赖生活圈 陪伴着你在台湾股市12月11月最后一个交易日 跟12月年底前最后一个月 整个的一个台股的变化 你都要好好的一个把握 不要啊 固此失彼 也不要因为大涨 你就觉得短线没有风险 因为大跌你就落实掉真正起涨的一个契机 那回到了一个台湾股市的大盘 你来看一下 大盘在上礼拜五 各位亮缩是一个变盘讯号 那以有效的一个K线来说的话 其实就是要来回测9588点 9588点 那今天有没有回测到9588点 没有啊 今天直接啊 给你开啊 小高盘之后就一路的嘎空上去啊 各位为什么 因为空单大幅度的一个回补 跌不下来啊 各位那跌不下来代表9588点守得住吗 也未必尽啊 各位因为今天没有量啊 各位啊 法人不领情啊 法人不会去买今天的台股啊 所以今天就形成部分 义勇军式的什么 除了空单回补之外 就是短线上你不要去碰一些刚刚啊 萌芽要起涨的 之前没有量 今天又爆大量又锁不住涨停板的 那个等于就是让公司派趁机来卖给你而已啊 那没有意义啊 各位为什么 因为国际盘不稳定嘛 各位 你看一下今天早上高盛预测 美国的一个实质GDP成长率 会从今年2018年2.9 降到2020年剩下1.6 从2.9变1.6 减少了1.3 那中国方面呢 GDP成长率也会从今年的多少 6.6 降到后年2020年的6.1 从6.6又降到6.1 企业获利方面 明年2019年Standberg500 上市公司500加500强 各位对不对 美国的一个股市 指数的成分股啊 企业的一个获利 预估只成长了8% 明年度 不如今年2018年成长了多少 23% 所以你再想一想啊 感恩节在上礼拜四 那上礼拜五的一个美国股市 为什么不反应 为什么道琼还会大跌 各位你有没有想过 你再继续看下去啊 今天的一个盘前的法人表示 选后台湾股市回归基本面 但是要提防基本面的事大利空 第一个油价大跌 我告诉你油价这样一直跌啊 国际股市会出大事的啊 在上礼拜五的油价已经要跌破50块美元了 之前的油价涨超过70块美元啊 很多人就想说油价又上看100块又在乱掰 各位你知不知道 要页岩油啊要在70元以上 他的一个生他的成本就70以上他才会获利 所以说你的一个油价涨超过70元以上的话 页岩油的一个机器全部都会启动 所以说应该可以讲天花板就是70块了 各位你知不知道 那你现在看到国际的耳鱼我炸都在原油价格这里 包括美国也是一只老狐狸 现阶段已经失控了 这个原油价格一直在崩崩崩跌 各位还有什么利率走升 11月份剩下5天 这个礼拜五11月底就结束了 礼拜六就12月1号 那12月初就是联准会的一个什么 调整利率 今年第四度调整 美国股市目前重挫 道琼在上礼拜五又几乎啦 有效K线已经破底了 所以之前的虚价一定会跌破 再加上后iPhone的时代 各位来临指数注意看哦 这是法人预估的哦 会回测5年线9517点 各位我跟你讲过 9517点不重要 9588点一破 9400点都会破 你也许会说老师啊 那今天大盘涨98点 你怎么还在这样讲 各位 什么东西都要讲在前面 你不要以为说 美国股市跌2000点之前 还一直跌错了 美国股市跌2000点之前 当天11月7号 11月6号是美国的其中选举嘛 各位对不对 也是执政党败嘛 他的众议院失掉了一个什么 一个主导地位嘛 众议院交给民主党嘛 共和党失败嘛 但是他11月7号 一样涨了535点 各位对不对 然后11月8号是不是变盘线 那11月8号正好 蔡老师也上这个全能事务所 我跟你讲 美国股市要大跌了 一进背离了嘛 各位对不对 那就开始跌2000点 跌到了上礼拜五 各位 所以你再看一下 今天的台湾股市 原先预估要跌的 结果他不跌嘛 他往上涨 这也很好嘛 短线上你都要啊 配合台湾股市的多空嘛 因为线都是主力做出来的啦 所以说他这些线做出来 你不要被误导 如果你今天是法人选股 你就要尊重法人 有没有买嘛 各位对不对 那你看一下今天这样冲 冲到多少 各位很漂亮 涨到180点 攻到了9847 各位这难道不漂亮吗 很漂亮啊 但是他攻上去 新台币有没有亮 完全没亮 代表的是怎样 空单回补 只有空单回补才不会出现这种追价买盘啊 也只有空单回补啊 新台币不会升值啊 空单回补新台币升什么值 又不是法人买 各位你知道吗 所以今天的一开始 就是要让原先选钱啊 放空的人全部补在高点 然后再一路的一个盘跌下来 尾盘变成涨98点 这也合情合理啊 各位对不对 就像美国股市一样 他也是盘了两天才杀下来啦 11月7号还大涨嘛 各位对不对 那你看一下 加权指数我印的时候 那时候是涨83点 所以说呢 这个时候的一个价格啊 他是涨到 他涨98点9765 9765 他一样落在五日线跟月线 那目前来说的话 这一张图表 我已经跟你讲过了 在上礼拜四 已经11月2号已经出现了 五日线穿越这个月线 已经形成死亡交叉 短线上的均线都已经下弯 所以今天做这样的一个拉抬 各位也很明显的 上档的一个压力是很沉重的 各位对不对 所以你今天来说的话 这个量有没有办法释放出来 1000亿 12001300 照道理来说的话 涨180点啊 盘中应该起码 你要量能放大到1000亿以上 不过分嘛 今天有没有 没有 今天才883亿 所以说我告诉各位 今天纯粹就是空单回补 不是法人的买盘 还有什么证据 有啊 因为新台币不涨 假设法人啊 他今天他要买100亿台股 那各位 你新台币是不是起码要维持一个升值往下 各位对不对 但是他今天什么样的动作都没动 维持在平板附近 各位是不是 所以你再来看一下 来 从我跟你讲的 11月7号 美国股市当天大涨535点 因为11月6号其中选举嘛 各位对不对 一样执政党大败嘛 川普大败嘛 各位对不对 但是他隔天一样拉长虹啊 拉长虹之后啊 先嘎空 然后又多 然后就灌下去杀2000点 各位你有没有看到 这个就是恐怖 为什么恐怖 因为国际股市都要大了嘛 因为你原油价格 包括你看到很多的一个什么 尖牙股 哇 脸书大跌了43% Emron 亚马逊也大跌了31% 你今天找什么题材能够涨 你在台湾股市 你就要看台积电跟红海 有没有题材没题材 顶多有题材的就是我跟你讲的3008的大力光 我跟你讲那个有可能利空出境 各位对不对 所以全职股你只要看大力光其他通通不要看 因为在利空在大跌当中啊 只能用利空淬炼出底部 任何的利多通通通没有用 所以包括我们红海的董事长讲说啊 营收会往到明年的1月份有用吗 但是不要管股价 各位这是很矛盾的 股价反应在最前面 因为台湾是一个什么 不算是效率市场 所以也充满了很多内线交易的机会 大股东知道公司好 公司的营收好 他当然也会去买嘛 各位对不对 所以说股价反应在前面 但是我们的郭台铭董事长讲说 不要去关股票的价格 这非常矛盾嘛 你营收如果好的话 怎么会不管股价 你股价应该算先涨 所以我等一下会跟你讲红海的一个变化 所以你再看一看 整个Stamp 500啊 各位你再来看一看 之前我就已经跟你讲过 美国的历史经验 分裂的国会 涨幅最少7% 然后呢 还有加上高盛跟你讲长雄 你看美国股市跌了2000点 包括我上礼拜五跟你讲说 联准会 还有什么摩根大通预估 美国的2019年经济的成长率 会从3.1降到1.9 那我刚刚跟你讲的是高盛 高盛跟你讲什么 高盛跟你说来 美国的 所谓的经济成长率 是从2.9变1.6 然后呢 摩根大通 小摩 讲的是3.1到1.9 全部都往下调 那谁买 没有人会买 所以说你看一下 虽然感恩节数字不错 总共消费了37亿美金 但是一样没去 各位 11月8号蔡老师跟你讲 当时美国股市还在大涨 我跟你讲 量价已经背离了 各位对不对 所以说灌下来跌了2000点 跌了 整个的一个NASDAQ也是大跌 但是我刚刚已经跟你讲 在这个整个院侠市的一个什么 一个所谓的市长选出来之后 又跑出很多题材 那这些题材不是说你看到今天盘中出大量 你就去买 你搞错了 有一些题材是大家说的空气 各位这些东西未来会形成凶险 你在爆量不涨的情况之下 你没有避凶你就惨了 做股票就两件事就是趋吉跟避凶 所以等一下回来我也跟你讲 新任院侠市 这个市长城市经济的一个新商机 也就是说你在11月底要做的就是这件事 包括新北市都根托育 台中市就是前店跟后厂自由港 台南就是南科沙伦科技城 还有什么两座冷链物流 以及高雄就是立足南海 经贸首都以及南南合作 包括农产的跟渔货的一个促销 这一些材是你未来多的一个题材 除了电子股你要关心之外 所以你一定要好好把握 蔡老师完整的一个什么一个介绍 一言足以心邦 选取的热度已经降下来了 股市回归到真正的一个产业面 所以你有任何的一个问题的 蔡老师一样跟你说 不用烦恼 你只要尽快跟我们来做一个联系 各位 你的个股不要有利多 因为利多他还会彻底 一定要利空不跌 才是价值投资日 好好把握广告中的咨询专线 有需要蔡老师帮忙的 蔡老师一不容辞 我们先把时间交还给婷娟 好更多操作日见 广海来继续请风顺老师帮大家做解析 欢迎回到一言新邦 基本盘续观察掌握 再来请教风顺老师 好的 感谢婷娟 各位 台湾股市在选后第一个交易日 大涨了98点 各位你要去拆解到底涨什么 各位涨中概 然后涨什么 涨所谓的一个金融 再涨资产 甚至于说光光饭店 各位 那这些个股市散户的偏好吗 不是 那指数今天拉上来 是不是就是一种 请君入翁的陷阱 疑似啦 不要讲绝对啦 那你在放租之前 整个11月份 整个美国股市一样选完之后 隔天大涨 然后再来呢 在隔天就是变盘 之后跌2000点 所以你要特别的留意 整个市场上法人的一个动态 如果说法人要去买台湾股市 我们当然跟着就好 那如果说法人不买 那你就没有高兴的理由 那当然蔡老师也跟你讲 这也不代表说后面的一个股市没有行情 就像我告诉你的 这次选举的一个什么 一个大的一个翻转扭转 也创造出未来的很多的商机 你要去拆解 你要去做功课 你才能够在11月底布局好个股 12月份享受到大涨的一个什么 一个福利 各位对不对 那蔡老师的节目包括在盘中 包括在目前你收看的1点半到2点 以及每周二 9点到10点 还有隔周啊 蔡老师也会上啊这个 所谓的全能事务所来帮你讲解这个大盘 你都可以来收看 你没办法收看的蔡老师都放在 在屏风大中华 在生活圈 或者你没办法去开电视的 你用你的手机都可以收看 这东森财经台服务太多的一个投资朋友 所以你都可以好好把握 那回到的重点好了 赏户投资朋友最多的是什么 就是红海的企业 各位对不对 红海2317的红海在上礼拜五 各位出现了一个外运十字星 这个就是一个变盘讯号 那变盘讯号不代表他会做一个反攻啊 各位 但是上礼拜五的一个变盘讯号出现了 有一个外资系统去买超红海 终结了连续14天大卖红海的现象 那他买了多少各位 也买超了3000多张 也没很多啦 因为红海一天人家就卖1万多张 连续14天卖超嘛 对不对 所以红海啊 即将要来面临68块1减值钱的保卫站 那我也之前跟你讲 跌破啊也也不会怎样啊 你看红海的其他的相关概念股都蜜蜜蜜蜜蜜 那你一直关心2317的红海没什么意义 但是今天为什么要讲红海哦 今天啊 郭董市长啊 版面很多 各位 包括昨天啊 新任的高雄市长啊 韩国瑜韩市长啊 或跟郭台铭市长 因为他是最亲蓝的一个什么 一个企业家嘛 聊了三点兴 想要加重一下在高雄的投资 那因为红海本身有大概百万的一个员工大军啊 拨个十万块 不是拨个十万人的规模 在高雄这边啊 哇 你看那高雄人多高兴 各位对不对 那有没有这个机会 我们不知道 因为人家不公布嘛 那当然啦 你如果说包括设面板厂啊等等啊 这都是大规模的 除非就是给他一些企业的一个方便 以目前来说的话 台湾如果能够这样的一个规模的话 也不会去大陆设厂啊 各位对不对 但是你要看到哦 红海有没有机会在这边往上涨 当然要看把人会不会持续的买单嘛 各位对不对 他如果能够持续的一个买张 然后呢 他股价当然会持续的反弹 那如果不行的话 各位 他的一个量价 各位也没有出现反转的一个什么 反转量嘛 所以你要特别的留意 不要说报纸上报这个 你就觉得 那我要这个时候去买红海 或者是说红海明年啊 一月份营收能够忘 红海营收从来都没有不忘的 他包括第三季也都营收很好 但是股价一直在跌 所以营收跟股价 本来就完全不要去划上等号 各位知道吗 就像我告诉你的 上礼拜我就跟你讲 苹果最近通知富士康跟合作 将进一步的削减 最新的三款手机的订单 对不对 要减少30% 所以红海现阶段 人事成本要开始大减 200亿人民币 核台币890亿 包括高层的主管都要赌了 各位对不对 就像脸书一样 脸书从高点回测到现在跌了43% 当初祖克博说的多好 结果现阶段跌了43% 也是要杀掉这些高管的一个薪资 高管也纷纷的一个离职 跟祖克博也是剑拔奴障 都没说好话 所以说红海未来会不会这样我不知道 但是起码他已经要了求生存 2019年连赚一块钱都很困难 这是郭台铭董事长讲的 明年2019年 所以你要不要好好正视一下你的股市投资 不要一天到晚再觉得放在那边就不用管他 那鸵鸟心态一直跌不停 各位就像我告诉你的股价在下跌 一定要利空不跌 待到利空不跌时方式价值投资日 而不是利多 各位利多不会去止跌 要真正利空人家卖到不想卖 散户都已经没清楚了 那个才会真正止跌上去 各位你知道吗 不然你就不要再用农资买红海 你就献股拔 就当做传家宝一样 对不对 那不然的话你就必须要每天去 有起不起不起 你就在那边一直煎熬 那也没意思 就像2330的台积电一样 台积电近期股价 因为明年第一季的一个什么 一个营收 从原先衰退10% 因为明年是淡季首季 然后变成衰退15%到16% 所以股价也一直跌一直跌 那他在一直跌当中 今天做一个反弹 各位盘后你要去看 是不是他的买超会增加 如果买超没有增加的话 那我告诉你 那又是一个阴谋 代表今天做这个指数上来 拉这个台积电 又是让你会错意 以为台股要反转了 所以我看到很多的一个什么 观光放电股之前 加100张 这横盘大概6个月 哇那因为啊 这个整个高雄翻盘了嘛 对不对 突然间大涨 路客要回来 路客要回来有这么快吗 路客是这礼拜就去高雄消费吗 各位 所以有一些爆量不涨 或者爆量没所涨停的 你要留意 那明后天就是原型毕露 原型毕露的话 不要杀伤到你 真正的关键 还是我跟你讲的3008的大力光 那大力光 今天的一个往上涨 各位 因为上礼拜五 外资还买196张 各位 你看上礼拜这个盘 大力光还不好 但是选前明明是冷冻的盘 外资竟然还有办法买超增加 不管是不是大股东 借外资的一个户头 人家起码会让你看到 我就是买大力光 各位对不对 所以你看一下3008的大力光 今天是不是涨势比较好 各位所以说如果大力光 他的一个涨势能够维持的话 那这个盘就完整的 那如果没有的话 假设明天就直接杀下来 那你要留意 连大力光都不涨了 更不要去讲说今天强涨的什么 一个台积电或者红海 没意思 各位 那我跟你讲说 新任院侠市长的一个城市经济新商机 这就是我们今天开始密集的在注意 要来带领学员朋友布局的 包括新北市侯友宜市长 想的都根跟托育 台中的新任市长卢秀燕 卢市长讲的前店跟后厂 自由港 台南的新市长黄伟哲 黄市长讲的南科沙伦科技城 跟两座冷电物流中心 这个才是政策面会推行 会砸钱进来的 我们的高雄新市长 韩国瑜先生讲的 立足南海经贸首都南南合作 各位促销农产余货 这边就是一个主题 所以说我们选定了一档个股 也是正好会搭配这个主题 今天稍微的已经开始量能放出来了 你都可以跟着我们布局 各位 这是跟你讲的前店 那后面呢 就是后厂 自由港 这些都是主轴 而且这些主轴不是像跟你讲的一个饭店的这些 个股比较好像有一点空洞 所以说蔡老师之前带领你布局的这些股票 包括都是真正会赚钱的股票 我才带领你买 不然的话我们一天到晚都去走投机路线 永远都不办法 永远都没有办法成大气候 一日投机终身投机 所以你要真正回到投资的一个什么 一个轨道上 像蔡老师跟你讲的瑞宜 同心电伪全电 加折维新科台药 益华电 还有什么台郡跟四季钢 这些个股你都可以看到 都能够帮你十足的一个赚到钱 所以说奇迹无时无刻都在发生 我希望你好好把握 未来的一个行情 蔡老师一定能够帮助你再度的一个开心 只要你能够真正的务实走投资的路线 蔡老师这边的讯息 蔡老师这边帮你做功课 你都可以啊 好好的一个什么 一个大赚一波 我们把时间交还给婷娟 好非常感谢来宾的分析 要提醒观众朋友 节目当中的资料仅供参考投资 人还需要独立判断 选顺评估风险 欲均操得胜利 我们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